如果佛法要融入到生活当中的话 首先我们需要什么呢 首先就是要有佛法 才能够融入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根本没有我们的心力 根本没有佛法的话 那我们拿什么东西去融入生活当中呢 那就是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融入这个生活当中 所以首先要有这个佛法 有了佛法 有了政治正见 有了出离心和菩提心以后呢 把这些东西我们可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 这就是真正真正的这个这个佛法融入生活当中 是这样子 我想很多人的这个 很多人对这个佛法融入生活当中的这个理解 是什么样子的什么什么样子理解呢 很多人觉得 很多人觉得比如说 经常去这个做移共 就需要的地方 有灾难的地方去做移共 然后呢 平时自己不用的一些东西 拉出来这个卷 卷给有用的地方 就是等等 等等 就是这些行为 就是认为是这个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 还有就是这个人天佛教 这些是不是这个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呢 这些是我们这个不能否定 这个是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 但是呢 如果 如果心里没有慈悲心 没有出离心 这样子的话 比如说我们去我们去啊 也去这个做移共 那这个移共做移共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如果这个目的 没有建立在这个利他之心 没有建立在利他之心之上 这样子的话 他是不是佛教呢 他不是佛法 这样子的啊 这样子的慈悲心啊 外道也有 这外道也有 这个不是佛教特有的东西 外道也有 很多宗教也这个提倡啊 这个爱心啊 或者是这个慈悲心 所以这个都探不上是这个佛法 然后呢 自己不用的东西也好啊 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也好 去捐赠 还有就是宣学啊 等等啊 宣神啊 把自己身上的一些奇观啊 都这个可以宣啊 但是这些东西呢 如果这个目的啊 如果不是这个利他心的话 那这些也不是佛法了 那只能说这个就是做好事 是做好事 但是还不算是这个佛法 也就是说啊 没有出离心跟菩提心的话 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融入到生活当中 就是说我们没有什么佛法 可以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去 平时这个义工啊 等等 这个不一定是佛法 那这不一定是佛法啊 这样子的这个欣慰啊 这样子的这个爱心的风险啊 社会上的好行人都有 善良的人都有啊 其他的宗教也有 嗯 所以这些啊 不一定是这个佛法啊 那我们首先要知道佛法是什么 然后就是要知道 怎样去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 那这个非常重要 知道了 就是这种